問981 中芯 觀眾有戰神360問 怎麼看這隻短線有沒有得追呢 中芯近期股價表現都不算太理想的 它前期公佈了今年第二個業績 表現得都算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但是我相信可能投資者最為關心 或者最為擔心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現在環球整個電子消費市場比較差 就是芯片的需求是沒有以前的強勁 我們看到包括一些手機的生產商 包括了一些電腦生產商 其實對於未來的一個銷售情況 預期都不是太過進取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對於中芯的產品需求 也都有機會帶來壓力 同時在今年公佈了第二季業績的同時 中芯它自己本身預期 在說業務在承壓方面 有機會持續到明年的上半年 我想這個亦都導致近段時間股價 都稍微表現得比較乏力一點的因素 所以我看回整個行業的趨勢 以及公司本身自己的預期 我相信中芯國際可能現在 未必是一個薄反彈 或者薄一個盈利復甦的時間 可能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買入時間 有機會是在明年的上半年 目前為止 佛學員會用這個 您乍到別代點 大學 と 我們最終電視 的